今天和大家開箱玩一下這部 Inster360最新款的相機 就是Inster360 GO3S 上一代就是GO3 GO3推出的時候有些人會說 好像差一點點東西 差過4K 而今代就真的給你了 是4K 可以當作是GO3的加強版 所以也不是直接說4 可以看到我手上的這一款 它不是白色是黑色 和上一代不同 也有另一件事 就是它多了一隻的顏色給你選擇就是黑色 我一打開就小心點 這部機器就在這裡 哇 好帥 我上一次GO3就是白色 對了 立刻掉了一個配件 它裡面就有一個主機 有一個座位給你夾在頭盔上面 然後把機器裝在這裡 然後有這個項繩 就給你掛在項上 也是這樣 然後給你掛在這裡 不掛的時候就收回繩子 之後就有這個 給你把機器吸在上面的一個座位 就是這樣的 最後的一個配件就是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 給你把這張紙撕掉 然後你可以這樣吸住 不用的時候就是這樣 就這樣放下 當你要用的時候就把那個蓋 拔起它 拔了它之後 它這裡其實是有個黏力的 就可以周圍黏了 然後那個箱裡面 它還有一點點說明 這些都很貼心 可以看一下操作是怎樣操作 而INSER360 GO的這個系列 有一個很大的賣點 它現在就是說 可以解放雙手 就可以做到一個第一人稱的拍攝 而且體積是非常細小的 手指公那麼大的 就拔了它出來 基本上看下去和上一代 不會說有太大的分別 在外貌上面 按鈕也是這樣 而最大的分別我覺得 一看下去其實就看到 就是鏡頭這個位置 是大了一點點 看到它的殼 這個位置捉下去 拔這部機器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都會順手一點 還有這個主機的旁邊 這裡多了一些紋理 我想捉住這部機器的時候 就會 絕手一點 不會那麼容易滑出去 而今代我拿到這部機器 有一個我很想用它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相信大家在看這段影片 未必會想到這一點都不定的 就是參加運動的比賽 參加運動比賽 未必想有一些 那麼大部的攝影機 在身上夾在頭上 又或者不知道放在哪裏 會很重 那GO3呢 GO3S 它就有一個很強大的地方 就是夠輕 而它今代也可以拍到一個4K 所以可以滿足到一些參加運動比賽 又想拍下整個過程的一些選手 而就這樣一個39g的重量 還配合它這個配件 哇真是very good 不過不用它這個的話 其實可以用其他配件都可以的 就例如說這一個 哇這東西是極輕 我想是只有幾g 即是加上一部機都是40幾g 用法其實很簡單 就這樣套部機下去 你看到呢 你裝的時候就是這樣收緊 它就會夾著部機了 就不會飛出來 我相信 而今次我除了這樣試 也會在運動比賽真的去用這部機 看看感覺會如何 功能上面就多了4K 其實它還有其他的功能 也都有一些的配件 新的配件配合這部機一起去用 令到你用的時候是更加方便的 就例如說閃傳伴侶 一個配件 裝上去部機那裡 可以即時將它裡面的檔案 過到一張SD卡那裡 然後你又可以過到其他地方 是很快的 去旅行的時候也都可以令到自己更加方便 不過我沒有那個配件在手 就試不到給大家看了 那我就會從運動的角度 第一人稱的拍攝角度去試給大家看 那我就安裝了部機了 那在我參加比賽之前 就想試一下這個設定 安裝上去部車會是怎樣呢 拍出來的畫面又會是怎樣呢 體積是真的很細小的 那沒有太大的阻礙 而且畫質是非常之高清的 安裝上去部單車上面就會是這樣的 好 那我安裝到ActionProm這一部了 然後除了我本身單車上面的配件 還有我胸口的這一個配件 都很方便 就這樣吸進去 對 這樣就吸緊了 那基本上這個ActionProm 是跟上一代的用法真的差不多 都是這樣用的 所以用過上一代的話 再用回今代就相信很順手 那些按鈕也是一樣的 然後它也是一樣可以調校不同的模式 那在模式那裡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用FreeFrame的模式 那因為FreeFrame的模式是後期製作的時候 可以自己調校一個畫面比例 你要不要廣角啊 要多廣啊 要一個沒有扭曲的畫面 那它都可以後期那裡去調校 然後它今代也有一些新增了的功能 我覺得有一個不錯的 叫做間隔的錄影 當你開了這個功能之後 在你關機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和你定時開機拍攝一小段 然後後期在App那裡 你可以整成一段的影片 這樣它會自動和你去製作一段的影片 就例如說現在開過間隔的這個錄影模式 然後你有得調校間隔的時場 那我就教例如說兩分鐘 兩分鐘 每兩分鐘和你開一次機 然後每一次拍攝的秒數或者分鐘 那我就選短短的30秒 那我就告訴你 你現在關機之後 就會自動定時和你開機去進行一個拍攝 放在胸口那裡 但是你又不想理它 不想定時開機的話 那就可以這樣設定 裝在胸口那裡 那就很方便了 接著第二天 我就試了這個間隔錄影模式 就看到它自動和我拍了很多不同的片段 那我就選過一些片段 然後進行一個智能的剪接 那就讓這個app跟我去展成一段影片出來 那就和大家一起看看 那音樂一些畫面上面的風格 都可以在這個app裡面自己去選擇 那就除了它自己和你剪斷影片 也都可以有自己想要的風格可以選擇 那當然不用我這條的胸帶 再用它本身給你的配件 那一條的繩都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就更加隱形 我這個就明顯一點 因為做運動單車用的 除了它多了4K的畫質 都多了很多東西玩 就配合它一些新的配件 又令到你用它的時候更加方便 例如說閃傳伴侶 我拍一段運動的影片 當我的容量不是很夠 又或者想再多些容量 那就可以用它的閃傳伴侶 它即時將一些檔案 放進SD卡那裡 那今代呢 亦都更新了這個快速切換模式 打動部機就打動這樣拍 打橫部機就打橫拍 非常方便 亦都支援Apple的Findmime的功能 就不怕說部機放在哪裡 不記得了 那電量亦都好足 140分鐘這樣加進去ActionPod 來到最後 就讓大家看看比賽的畫面 那這一部機是很迷你 很方便去記錄一些活動 又或者比賽的過程 那我就記錄了這一場比賽的過程 那利用這個模式 其實在後期的時候 可以再選擇不同的比例 就例如現在手機的比例 9比16 又或者16比9 1比1 那都可以在後期的時候 去選擇 那不單是在比例上面 想防震有多高 又或者是廣角有多廣 都可以利用這個App去選擇 那真的很方便 那選擇完之後輸出這一段的影片 就可以輸出到一段你想要的影片 又或者輸出幾段不同的比例 其實都可以的 就好像現在這個畫面一樣 那都幾多東西玩的 那畫面都很穩定 很清 那可以自己選擇2.7K去拍 也可以4K去拍 都可以 那如果大家對Insta360的Go3S有興趣的話 我就會把相關的連結放在下面內容欄那裡 那其實除了Go3S之外 其他關於Insta360的連結 我都會放在下面那裡 那透過我的連結去購買Insta360的配件 又或者機器的話 都會有一些優惠的 例如一些贈品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去看看 那今天這一段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大家一起去拍照